我還說到一個顧客的美墓 美墓耶? 注意聽喔 你...也沒什麼幸福了 他插要回來了 我們有想說可以放下去 流公是我們老闆 流公有親目看到這間廟是怎麼放下去的 這年有靈感的廟 這都不來拜 我們這間古的有想說會倒到這麼完美 就是因為我們帝人說現場 用他的雙手 用我們古的有想說打起來 不然以前我們帶回來也搖到 我們又帶回來 哪有客人到這裡 完好如書 你今天來問廟話就請教 廟公來修宣我說 那個廟公 那天晚上 在這堂裡走出來 那就是我們老闆 原來啊 我們武昌公的廟公 真有人感 聽說 之前我們廟公 去附近的廟 什麼攀好大會 去那裡逛 聽說也是七天六月 結果 那天廟公他就 跟新大基心心想說 他插要回來 我說你今天問到這個都很重要 他們是在那天 就是去附近的廟公 廟公 那剛好 廟公的那些地方 幾年當時 是我們古廟 廟公廟 那天是在那天 就是我們家 我們家有財務 是 那你這樣做廟公 是 廟公廟公 當廟公 那天就是在那天 祝家 那個廟公是我們老闆 所以說這 很多因緣 比較自己的 我們跟廟公的因緣 很深 等到買阿嬤的時候 就是廟公 這麼早起 討論他 他要回來 他無情供 我又跟他說 現在買阿嬤 沒想起 民主才他跟他搶來 是 結果廟公 你 也不太開心了 意思是 跟我說 這句說 幽浩東鄉 幽蘭東鄉 五金鴨 金鑽 絕對要搶回 無情供 結果 他是回來 付求 後依 一頂四十七分的跌倒 所以我們在說 對阿公 有情有義 是這樣 原來 我們傳說中的 對阿公的 有情有義 不是說 我們家裡在剩菜 說說而已 我們對阿公 他真的是 重情重義 那時候 廟公就是 主委的爸爸 那時候 叫他找起來 也是因為 對阿公 看廟公 是對我們對阿公 他說他的 服務 非常盡責 他也不認真 看廟公 剛才叫廟公 不是 所以 比較油脆 比較縮起來 結果他出的 銀鴻町 原來 他外頭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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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到 我還說 一個 內幕 注意聽 還說 對阿公 當時 那些油的大力 我們老爸 讓他撐下來之後 他這樣 不然出來 就是 他跟他 說 他算是感情那麼好 是 他怎麼沒有會跳 沒有會跳 他記載他 在油的中間 他那個時候 才發現說 這這樣 不是前後 這個型的 對 但是他外頭看的時候 這個前後 這些 我們的酒肚 都落下 他已經拿過來了 已經沒有發導出來了 是 結果那時候 那些酒堂已經都落下來了 是 酒堂都落下來了 就開始都沒拿出來 結果他說 發導出來了 他從那裡走出來 浪出來 是 他剛來到我們現在騎的這個地方 他在這裡再拉一下 再撿下去 他有親目看到的 整間廟總會打起來 還撿下去 所以 如果不像 第二公這樣 手去把 撲起來 這間廟 好好的把它放下去 所以說 他的感覺 所以你現在看的廟 倒起來 沒有說 倒到台灣 如果像第二公 知道他的廟 會倒了 總會把 好好的把它放下去 但是那時候廟公已經走出來 對 廟公有親目看到 這間廟是怎麼放下來的 今年的9月17日 暗時的台東的強震 盛重的全台 我們這裡的民眾 都保重走 讓很多人想起 23年前的921的地震 就有多恐怖 這麼恐怖 921的大地震 已經走過23年頭了 對那邊走出來的人來說 跟他想不想 咱們一樣 南投的機機武昌公 是921的遺跡 最該知名的地標之一 因為他的鎮央就是大隻隻 當年武昌公整間廟 二樓轉變成一樓 一樓轉變成地下石 第一年之後 廟公就怪他 將這個遺跡合保留 因為這個武昌公 可以保存這樣 正是地下公 現化的靈感之一 這個瑞士規模7.3的強震 一來 武昌公整間廟 二樓轉變成一樓 帶來的廟公 近年 口罰不上 第一樓轉變成一樓 我們廟公就想到 上帝阿公的祝望和祈祀 一樓轉變成一樓 他馬上 就叫這些信徒 從這個洞口裡面 將那二十幾尊的新尊 叫出來 你知道嗎 新規的事情發生了 這二十幾尊的新尊 都很好 都沒有去鎮 就證明我們帝阿公 是非常有靈感的 所以這兩天 第二樓的強震都來了 整間有參觀 一樓轉變成一樓 以前都沒有投降檢驗 你看這些更近 都十百 你看這個 最年的九條也是 完全是沒有投降檢驗 那時候第二樓發生的時候 上帝阿公 就用他的傷手 就我們武昌公 他托騎 那時候921發生的時候 政府有派直升機 一直巡查災情 結果 你知道嗎 從空中看多少個腳 我們武昌公 看起來好像沒有帝阿公 是怎麼說的 因為 上帝阿公用他的傷手 從我們武昌公 副條的 因為他想保存這些文化 不想讓這個武昌公 全這樣倒塌 不然你看 一般帝阿公 都到外國市場 哪有可能像這樣 倒來 就好好好 從二樓變成一樓 一樓變成第二樓 這樣好好 這不明說 我們上帝阿公 他是非常有靈感的神尊 武昌公的神經 也是這樣接二連山 讓我們這麼深度 感受到 上帝阿公 他的存在 我們武昌公 最出名的是 我們帝阿公的水手 他是 變長的 帝阿公的水手 他是長久了 他開始擁長的 這就是帝阿公 他先化他的靈感 讓大家知道 真正是有帝阿公的存在 大家不用怕 只要有我在 你就不用怕 對我們民間的光話來說 這個水手的越來越長 一定是有吸收一些靈力 所以他才慢慢變長 帝阿公的靈力越強 他就表現在外在的形象 像說他的眉毛 或是水手 有些人也會說 老神在在 這就是要讓信徒知道 真正是有帝阿公的存在 結果 這個神經 一傳十十傳百 武昌公的神經 讓我們在信徒 從世界各地 都牧民而來 甚至說 泰國 香港 澳門 都有興趣來這裡參加 我們武昌公的相會 今天就 一樣 鼎盛 當年的九二葉強政 不然 政法的娃娃 也政法的民心 但是 武昌公所變成 當地的居民 對外力中 再次站起來的 重要力量 因為 武昌公就是 這些信徒 聽說 這裡有最多人說的 我們的人生 一樣是希望的 現在武昌公的廟 只要不來拜 這個帝阿公的故事 很多 當然就是 今天就要 這個機會 五萬公 我們大家都去阿公 拜拜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 來數量 身體 道路 大家都可以數 如果說你今天對我們介紹 武昌公 對阿公的故事 你有沒有覺得 非常的嘉義 就麻煩你訂閱我們董事長 帶頭玩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喔 拜拜 拜拜